這是你沒看過的立委吳智陽 悠仰月音相伴下 公開場合為選民們演奏 吳智陽的Saxe風秀 讓枯燥的政治場合多了溫馨感 這個區域長期可能被認為是邊垂地帶 但我認為它是整個台灣 發展重要的經濟區域 我覺得我能當選立委的話 我能監督政府不要打混 而且能幫民眾 爭取到最好的一些生活的條件 曾任三屆立委以及桃園縣長的吳智陽 這一次從不分區轉戰區立委 看似極具優勢 但2016年桃園第二選區 硬生生從藍天變綠地 已經被視為藍營 在桃園最艱困的選區 營戰的對手是吳智陽學弟 同樣出身台大法律系的民進黨 沙利軍黃世傑 世傑一定要當選 一定要拜託大家 我想這個選區非常的複雜 這個不但族群 還有許多的基礎設施 都在我們這個選區裡面 有工業有農業 所以我們必須要照顧到 我們所有各階層 各個族群的選民的需要 從律師轉戰市府幕僚 深受鄭文燦倚重 這場學長學弟之爭 戰況激烈 目前黃世傑的民調支持度 領先吳智陽5% 動算動算吳智陽 動算動算吳智陽 黃世傑 黃世傑 桃園第二選區 傳統政治版圖就是綠大與藍 選情吳五波激烈對戰 一個要延續政治生命 一個要守護綠帝長青 吳智陽 黃世傑 都有不能輸的壓力 環運新聞陳明彥 伊莉婷 桃園報導